包厢里聊得如火如荼 我时不时地附和上两句 这里都是刚毕业不到一年的人 彼此兼聊的还是学校生活居多 突然话题就转移到我身上 江瑶 你不是和瑞明关系最好吗 你问问他到哪了 大家伙可都等着呢 嘴里还说着等贺瑞明到了 要他自罚三杯 他说得无心 我却接不下去 短短三个月 我都忘了以前在他们眼中 我是那个唯一能联系上他的人了 正当我绞尽脑汁在想要怎么应付过去 包厢的门开了 哟 贺大帅哥终于来了 来来来 自罚三杯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叶成成 叶笑花也来了 你俩有情况啊 俊男靓女的出现把大家的八卦魂都点燃了 主人公来了 还带着桃色新闻来 大家都把目光从我身上一开 聚焦到门口的两人身上 我不觉得放松 因为门口的那两人 一个是我老公 一个是小三 多讽刺 社团的聚会 老婆还在这儿 她正大光明地带着小三来 面对众人的调侃她 也不反驳 颇为绅士地拉开座椅 让叶成成缓缓落座 接成成成迟了 我自罚三杯 她动作利落 自带一股金贵 三杯下肚 众人又起哄 咱们叶笑花 这是追爱成功了呀 那不得喝一个 叶成成的酒 被她挡下了 又惹来一阵野鱼 我冷眼瞧着 明明是最有身份 撕开这场闹剧的人 我却不能开口 因为在结婚前 我签了协议 我们没办婚礼 除了在场三人 谁也不知道 我和她已经结婚了 突然 她眼光锁定我 我心吓一跳 我没暴露我们的关系呀 为什么要用警告的眼神看我 成成这儿是上菜味 将咬你和她换一下 我刚想开口拒绝 一位东北的同学 抢先开口了 哎 锐明 你这可不地道了 叶成成是你女朋友 江瑶也是个女生啊 来来来 我和叶成成换 咱哥俩 也好久没坐一起喝过了 她厌恶我 连带着一起厌恶我肚子里 刚满三月的孩子 叶成成身胶体弱 不能坐那里 我一个孕妇就能了吗 我看着她没分我一个眼神 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 抛梗接话 将场子带了起来 瑶瑶姐怎么一直盯着瑞明看呢 叶成成猝不及防发难 再看下去 我就告诉服务员 这桌的菜都不用加醋了 她亲切地叫我瑶瑶姐 用调皮的语气说着隐晦的针对 话里话外让我无比恶心 吃三当三 还这么理直气壮 转念一想 这底气是贺瑞明给她的 我更生气了 我呛回去 服务员这么久都不上菜 是不是听了叶小姐的话 把菜里的醋全给去了 才耽误了时间呢 她没想到 我会在这么多人面前 落了她面子 脸上一时挂不住 贺瑞明注意到这边了 淡淡开口 姜瑶 你对澄澄尊重点 她在让正是尊重一个小三 多可笑 诚然我签了协议 不能干扰她的私生活 但不代表 我能对小三的挑衅视而不见 但对上那满寒警告的眼神 姑姑被病痛折磨的脱向的脸 出现在眼前 我把难堪压了下去 桌上有人转移话题 又热闹了起来 饭后 酒店门口 大家都在等着车 车来就先一步走 贺瑞明是开车来的 夜诚诚早坐在了车里 东北同学可能是喝多了 忘了包厢里贺瑞明对我的不待见 他说 我记得江瑶和你同路 你给人送回去吧 就这样 我坐上了他车后座 副驾驶是叶澄澄 红灯下 叶澄澄突然开口 打破了这方沉默 阿景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这里打车挺方便的 前面路口刚好是新家和他家的分叉路口 他这时才说这话 我肯定 他是故意的 贺瑞明没说话 只是把车停在了路边 一死不言而喻 我难以置信 瑞明 我还怀着你的孩子 他终于不掩对我的厌烦 我说过 别拿孩子套着我 下去 我狼狈地站在路边 夏夜里 我觉得风都是冷的 我和他是大学认识的 同届同专业 又恰好进了同一个社团 顺理成章的 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 我也渐渐地 对他起了些别的心思 夜诚诚小我们一见 刚进来 就看上了贺瑞明 后来他大胆施爱 追了他三年都不得 我就被他的态度吓退了 他对我不同 那是出于 我能不带爱意地和他相处 我一直都将这份感情 藏得很好 可我没想到 在我们结婚后 他居然和他好上了 夜诚诚现在大四 我不是没想过 曝光他之三当三的事 但被贺瑞明发现 他冷着声音说 你敢这么做 医院那里就会立马断了 你姑姑的治疗 他用姑姑威胁我 回到家 看着熟悉的布置 我只觉得满心疲惫 这是我和他的婚房 每一处都是我的用心布置 按他的喜好 另替出一间房 作为他的收藏室 平时他都不准我进 今晚估计他也不会回来了 他的确没回来 早上睡醒时 我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是他赤裸着上身 躺在夜诚诚床上 睡着的图片 消息自然是他发给我的 早安啊 瑶瑶姐 昨晚睡得我腰酸背痛 怎么个腰酸背痛法 意思不言而喻 我拉黑删除一顿操作后 调整好心情去洗漱了 妈妈的心情会影响到宝宝 他不值得 我要时刻保持好心情 我望着明显突起的腹部 温柔一笑 我辞退了保姆 他并不喜欢家里出现陌生人 所以卫生 我打算一手包办 只是我高估了自己 怀孕会使母体一类 算了 还是请人来打扫吧 反正他也不回来 思及此 我不免低落 路过那间收藏房 我犹豫了一瞬 还是决定进去 总不能让阿姨来打扫 她知道肯定得发怒 她很放心我 所以门并没有上锁 里面大多是模型 价格高昂 我擦得小心翼翼 在一个橱柜里 我看到了一座熟悉的飞机模型 这是叶橙橙上大一时送给她的 我敢这么肯定 是因为这是绝版 且她心心念念了好久 我记得她当时是没收的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是说她对她的感情 那时就种下了 这想法趁得我尤为可笑 像个小丑 笑脸下藏着一张哭脸 每次的产检 都是我一个人去的 怀孕刚好六个月 我去做四围 医生虽然习惯了 但不免数了 再忙也不能不来啊 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不成 忙是我为她编的借口 每次产检前 我都会提前和她说 她一次也没回复我 说来可笑 和她结婚四个月以来 社团聚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腹部冰凉的触感传来 我对医生笑了笑 没说话 命运总爱开玩笑 我一直说忙的老公 陪小三来了妇产科 我是在走廊拐角处 看见他们的 他们正进一个诊室 我在原地等 叶澄澄出来时 脸上带笑 手搭在肚子上 那神色 是怀了吧 贺瑞鸣揽着她的腰 脸上 不见多少喜色 她因为我不带见 这个孩子就算了 叶澄澄 不是她喜欢的人吗 心上人怀孕了 也不高兴 奇怪 我微微出神 她已经看到我了 对时瞬间 她谋底闪过一丝情绪 太快 我没看清 是瑶瑶姐呀 好巧 怎么来医院 也不叫阿景陪你呢 好歹你还怀着孩子呢 下次你告诉我 我叫她去 对了 瑶瑶姐 告诉你个好消息哦 我也怀孕了 先是显摆 贺瑞鸣爱她 又是为自己怀孕 沾沾自喜 她怎么就能 这么不要脸呢 我看着那张脸 想一掌甩过去 我没接她的话 只是看着贺瑞鸣 在她身上 浪费什么时间呢 问题出现在贺瑞鸣身上 她在我的注视下 淡定开口 下次我陪你来 我点头 好 孩子她也有份 不能什么都不参与 或许以后 她会看在孩子的份上 慢慢回归这个一开始 就不健康的家庭 夏日里总有几天 天气变换的日子 出门时还艳阳高照 如今已经是大雨滂沱了 一行三人 我是打车来的 阿景 我们快走吧 我有点冷 表面再怎么淡定 刚刚那场景 还是扎在了我心里 瑞鸣 你很久没回家了 今天还不回去吗 话落 我意识到自己冲动了 果然 她看也不看我一眼 温声对叶澄澄说 走吧 她回头对我挑衅一笑 像一个胜利者 对我露出虚伪又怜悯的神色 我挺着大肚子 看他们的车缓缓驶出云目 我去了一趟医院 姑姑躺在床上 行销鼓励 脸上全骨 尤为突出 我自小父母双亡 他们为了救一个小孩 不幸丧生 姑姑为了我 一直没结婚 前些年 更是因为一场车祸 造成器官多处衰竭 我四处筹钱 但终究杯水车薪 转机发生在毕业聚会的饭局上 那一晚我和她都喝多了 她栖身而上的时候 我半推半就 接下来的是水到渠成 醒后她脸色很不好 愧疚 懊悔的复杂神色 在她脸上不断变化 最终她说 抱歉 昨晚是我不对 我会赔偿你的 我不需要你赔偿 这句话被堵在了喉咙里 因为她说 你姑姑是不是要手术了 我可以安排好一切 这是我前段时间 在她的追问下 向她倒的苦水 那时她照顾我的自尊 说 我可不是白送你钱 你可是要还的呀 照你的能力 以后肯定叱咤商场 我这部分 就当作提前投资了 现在被她用来 作为乌山云雨之后的补偿 像一场见不得光的 潜色交易 窒息般的痛苦 挤压着我的心脏 狠狠地揉搓 沉默良久 我说 好 那比手术费用太高 又太急 我摸着凸起的肚子 陷入了回忆 再有三个月 肚子里的小家伙 就要出来了 孩子是个意外 本该两清的那个早晨 太过慌乱 我忘了吃药 于是在两个月后 我才知道 肚子里有了个小生物 然后 凤子成婚 新婚当晚签订协议 这份是关于财产的 每月会有一笔钱款 打入你账户 别的就不要多加肖想 婚后不许干涉 我的任何事 不许向任何人 透露我们的关系 大家各玩各的 我触碰了她的底线 所以她卸下了伪装 对我露出 森寒的疗牙 不留情面 姑姑 你会怪我吗 怪我用身体作为交易 辜负了你的教育 那场一乱情迷清醒后 做的决定 早已让我的爱情变了之 我给她擦了脸 按摩一会 就静静坐了一下午 回到家 贺瑞明居然回来了 我有些意外 毕竟前几日医院门口那幕 她忽视的态度过于明显 我以为这个家 她都不会踏足一步的 回来了 快来吃饭 见我愣在玄关处 她走过来 轻拉着我的手 将我按在座位上 手腕传来的温度 让我再次恍神 这是那晚后 我们的第一次接触 在医院照顾了一下午 没吃饭吧 这都是你爱吃的 我视线放在菜色上 黄焖鸡 清蒸鲈鱼 我尝了一口 很熟悉的味道 那家店还是这么多人 我排了好久的队 从学校后门出来 左拐的一条小巷里 有一家店我经常关顾 和她关系好后 我经常带她去吃 她们时还嫌弃来着 看着挺卫生的 但我估计也就是一次性消费 以后不会来的那种 我也不反驳 等她吃过后打脸 然后再有下次 就是她拉着我去了 想到过去 我带着回忆开口 那时你说她们家重油重盐 还劝我少吃 她笑了笑 是我固有印象太深 总觉得这种街边 是靠调料压过味道 她这一笑 又让我看到了 大学那个熟悉的影子 风轻云淡 却只会在我面前 频频笑场的男孩 也是因为这份特殊对待 我才无法自拔吧 可才不到一年啊 就这么物是人非了 她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我不明所以 我忐忑了两天 看到她依旧 对我嘘寒问暖 我有种手的云开剑 月明的开心 早餐过后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今天下午 我想去买些宝宝用品 你一起吗 今天是休息日 她不用去公司 我因着这两天的和睦相处 壮着胆子问她 她有些惊讶 然后点点头 好 出门前 她主动拿过我手中的包 上车时 还为我打开了车门 更是在我坐稳后 关心地问我 安全带勒不勒 体贴入微地 让我不禁有些 惩惶惩恐 真是受虐惯了 得到她的一点关心 都会不安 我暗暗吐槽自己 我们进了一家 专门卖宝宝衣服的店 很快 我就沉浸在 新手妈妈购物的喜悦里 瑞明 你看这件 好可爱 买男装还是女装 要不都一起买吧 好不好 我侧头 嘴角擒着幸福地笑 问她 她回答得有些敷衍 你 是不是累了呀 这才刚开始呀 没有 既然都看上了 那就买吧 说着 她就拎起这几件衣服 前往收银台 我看着她的背影 欲言又止 既然不想来 何必为难自己 我自己给宝宝买东西 也可以很开心 买了衣服 又买了小袜子 那袜子还不够巴掌大 我翻来覆去 怎么都看不够 一想到宝宝白嫩嫩的小脚 穿上这些可爱的袜子 我心都软了 买得差不多了 贺瑞明提出去吃饭 期间她频频看手机 眉头一直皱着 我放下筷子 要是有事 你就先去忙吧 我等会打车回去就可以了 没事 她这么说着 看手机的动作 却没停过 我也没了吃饭的心情 看到那一堆购物袋 心情才好了一点点 出了餐厅 撞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叶澄澄满脸泪痕地 出现在我们面前 贺瑞明抓着我的手 用力了一瞬 我痛呼 他反应过来 赶紧松了手 抱歉 我看看 他表现得很担忧 我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扫射 自以为猜到了真相 我就说他 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原来是和叶澄澄闹了矛盾 对我好 只是为了刺激他而已吧 我逃避的真相 就这么血淋淋地摆在我面前 我几乎站不住脚 阿景 我错了 我按你说的做 你回来好不好 他哭得我见油脸 贺瑞明脸上还是没变化 可我和他相处多年 我知道他心软了 果然 他回头对我说 摇摇 你先回去 看 我又当了一回小丑 原来不止叶澄澄叫我会恶心 他叫也会 把东西给我吧 他看了看 拒绝 太重了 我会送回去的 我继续伸手 给我 他人去哪我管不了 但是宝宝的东西 绝不能被别人染指 尤其是叶澄澄 我可没错过 他打量这些带子的视线 到时候 都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那天之后 我给贺瑞明发的消息 无一例外回复得极其敷衍 要么就是不回复 我不用猜都知道 他是在叶澄澄那里 可当他打电话来质问我 阿景是不是在你那里 我告诉你 就算阿景回到你那里 也不过是为了弃我 我什么都没说呢 他就啪啪交代了 这么看来 他也不过如此吗 听了他的话 我心生快意 女人的第六感 总是准得可怕 他这样的反应 贺瑞明八成又是偷心了 他插入我的家庭 自然也会有人 来破坏他们的关系 幸灾乐祸的同时 我不免自怜 我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医生告诉我 姑姑的情况愈发不好了 叫我随时做好准备 我听了 眼前有片刻的眩晕 心神受到冲击下 我晕了过去 醒来时 贺瑞明竟然在我旁边 喝口水 我大概猜得到 是医院通知他的 我惊讶的是他居然会来 他不该像往常一样 护士到底吗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但你不是一个人了 原来是为了宝宝 姑姑他 他摇摇头 是不好的意思 我说我休息好了 要去看姑姑 他起先不肯 看我坚决 还是退让了 姑姑浑身插着呼吸机 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姑姑还是没能坚持过一个月 他是在晚上走的 七个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我挺着大肚子 一手操办了姑姑的后事 贺瑞明在后事办完当天 就出国了 临走前 他说 瑶瑶 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照常产检 散步 猝不及防地 和彼时已经显怀的夜城城撞上了 确切地说 他是专门来找我的 姜瑶 你姑姑已经走了 你和阿景离婚吧 别再拖着他了 他根本就不爱你 我会让他每个月都给你生活费的 保证你们生活无忧 四下无人 我也不再忍了 一巴掌朝他脸上甩去 早想这么干很久了 不愧是当小三的人 脸皮厚地说这些话 都那么义正词言 他先是不可置信 后尖叫 你敢打我 阿景知道你这富泼富的样子吗 我笑了 放心 他不会知道 他人现在正在国外呢 话音刚落 一阵有规律的脚步声传来 还有熟悉的低沉的嗓音 是吗 我将在原地不敢回头 倒是叶成成 眼泪大滴大滴地掉落 捂着肚子连声说不舒服 在他抱起叶成成 和我侧身而过的瞬间 我叫住了他 瑞明 我 我一时辞穷 为自己辩解不得 而他未曾停下半步 半夜 我下身一片湿润 我大口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抖着手拨打120 之后又打给贺瑞明 让我心凉的事 一直盲音 耳边是医生们紧急的交谈声 快 想办法联系孕妇家属签字 孕妇难产加早产 再不转剖腹 大任小孩都会有危险 我拽住一片白衣 嘴唇艰难的西张 我签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单时时说出这两个字 都觉得用尽浑身气数 耳边是医生焦急的大喊 快拿笔来 颤颤巍巍的签将摇个字后 我再也支撑不住了 陷入黑暗前 只有头顶那亮得刺眼的白光 我知道我在做梦 只是怎么都醒不来 梦里的我被禁锢在原地 快速地看完了我的前半生 我和同学们埋头苦学 和贺瑞明相识 和他结婚 看叶成成在我眼前趾高气扬 而后他们穿过我的身体 向远处走去 妈妈 突然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 打破了这一方的沉沉压抑 妈妈 又是一声 声音唯唯唯唯的 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听得我心头一软 想出声安慰 我微微睁眼 白光刺得眼球生疼 眼睛还在适应 就先听到了一阵惊喜的声音 醒了 眼前白光撤去 我看见的就是 病床前围了一圈大白挂 神似恍惚间 我想 哦对 我难产了 孩子 我抓着眼前的医生问 宝宝呢 牟底掩藏不住地害怕 时间只隔了几秒 但我却觉得被审判了好些年 宝宝在保温箱 早产加上难产 很虚弱 我最先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心又提了起来 不过你不用担心 宝宝的生命体征很稳定 我隔着玻璃看他 宝宝小小的一团 睡在保温箱里 睡着的样子很乖 护士说是个女孩 我给他起了个小名 叫安安 希望他平安顺遂 可老天好像故意 和我作对 安安在当晚发烧了 巴掌大的小孩 连哭声都微不可查 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着急地等在门外 看着医生在治疗 护士要推我回房 我拒绝了 我怎么能安心地 待在房间里呢 这一刻无力和害怕交杂 我想到了贺瑞明 我无比希望 他能立马出现在我身边 给我一点依靠 于是我打电话给他 电话接通的瞬间 我立马开口 瑞明 我 门的女儿早产 她在发烧 你快过来 嘟的一下 电话被挂断 我捏着手机 眼泪大磕大磕地滚落 江瑶 别再把自己禁锢在原地了 他早就不是你熟悉的贺瑞明了 依他的态度 以后更不是一位好爸爸 我睁眼看到他在床边时 我以为在做梦 但医生茶房带来的热闹 告诉我不是 他就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 刚睡醒 我喉咙有些嘶哑 他给我递来水 殷勤的样子 让我在他身上停留了几分钟 然后理所应当的结果 喝下 以前我沉溺在对他的滤镜里 对他关怀备置 才会小心翼翼地 生怕惹他生气 现在我想开了 他爱和谁在一起 都不关我的事 我只要安安 见我喝下 他轻轻吐了一口气 肩膀微微放松 对不起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能及时出现 他喉咙动了动 艰难开口 昨晚不是我接的电话 那时候我在开会 这时候还在骗我呢 开会要么不接电话 要么会有秘书告知情况 是谁挂断的显而易见 或许连开会都是假的 见我没反应 他苦笑 摇摇 再给我两个月 等我处理完一切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的 我会给你补一个盛大的婚礼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老婆 我打断他的幻想 贺瑞明 我不会管你要处理什么 也不需要你给我补婚礼 我现在想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离婚 这话给他当头一霸 打得他眼睛渐渐湿了 半赏 他惨笑一声 摇摇 别说气话 我看着他 不言语 他狼狈地起身 声音却透着狠力 摇摇 你要我离婚 除非我死 我目送他跌撞地离开 我以为我说出这些话 心里应该或多或少会难过 毕竟是喜欢了这么久的人 他眼中流露出的深沉情绪 让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我以为我会有些许惊喜 可实际上我心里诡异的平静 时间真的让我清醒了很多 这天后 他没再出现 只是会准时准送一日三餐 送花 送礼物 这些统统被我转头 分享给护士了 贵重的我就留下 便卖了也是一笔钱 我抱着安安 小心地点了点 他肉嘟嘟的脸颊 一个小吞金瘦 柔软又小小的一团 抱着就觉得爱意一满心脏 只觉得全世界都在怀里了 我在医院坐完了月子 其间贺瑞明有来过 他看见安安 激动的脸都红了 手足无措地站在我旁边 温柔又宠溺地看着这小小的一团 我以为他讨厌这个孩子来着 出院那天 我还是回了我们的婚房 他不肯离 威胁说离婚就会和我抢安安 我知道自己肯定抢不过他的 我当初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我回来后不久 叶成成上门闹了一通 他红着眼 泪眼婆娑地望着贺瑞明 阿景 我明明听话 照着你说的去做了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在说什么 我一头雾水 也不感兴趣 准备离开 给他们腾出空间 却被叶成成叫住 江瑶 你知道你爱的这个人 有多可怕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有种破罐子破摔的疯狂 我看向他 他正满含威胁地开口 叶成成 他身子抖了一下 他在怕他 我愈发不解 他转头 对我温柔开口 摇摇 你先上去 我很快就会处理好的 两个疯子 我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 突然被他们勾起了好奇心 停在楼梯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你以为他爱你吗 你和我都是任他摆布的棋子 他心机深沉 满腹算计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现在爱你 只不过是你身上有他所图 这场闹剧 在贺瑞明报警下结束 在他的解释里 叶成成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那个哥哥的 贺家兄弟争权夺势多年 叶成成是贺瑞川派来勾引他 想用美人计窃取机密 他将计就计 让叶成成一步步落入他的圈套 成功反水贺瑞川 他那次在医院说的 很快会处理好一切 指的是这个 这场局 他布置了三年多 为了将他割拉下位 连自己身体都能利用 真恶心 也真可怕 他说 他送我的那架飞机模型是假的 真的早被我买下了 瑶瑶 我并不爱他 我喜欢的人 是你 这样的人才可怕 他不爱叶成成 却将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说喜欢我 所图又是什么 那你和他睡了吗 他瞳孔紧缩 为自己找借口 我得让他信我 那就是睡了 记忆不再美化 他丑陋的嘴脸 就这么放大 在我面前 贺瑞川败了 豪门争斗上了新闻 沸沸扬扬的 哪怕我不可以看 我也能知道点 看着眼前不见颓翼的男人 我挑眉 贺先生找上我 为了什么 他好奇地盯着车里的小团子 眼也不眨地说 互帮互助 我心生警惕 生怕他对安安动手 见他没别的动作 我才说 我一个家庭主妇 能帮到你什么 他默然起身 俯身低头 往我耳边凑 陌生的男性气息 让我下意识地远离 却在听到他说的话后顿住 良久 我与他对视 好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开始不再抗拒 贺瑞明的亲近 答应他约会 和他一起逗弄安安 深夜里同床共寝 他一开始被喜悦砸晕了头 回过神才问我 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我收起笑 我想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这句话 让他彻底打消了怀疑 我突然觉得悲凉 这种感觉 来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家庭主妇 是对妈妈的偏见 似乎所有人都默认 天下的妈妈 为了孩子抛弃自己 是合情合理的 贺瑞明也是 他只是众多男人的一个 没有例外 这个家 慢慢地步入正轨 越来越像一家三口 闲暇时 他递给我一个平板 说 瑶瑶 你喜欢那个地方 我不解得看他 他满脸宠溺 我们办婚礼 我也回他甜甜一笑 认真看去了 挑地点 是婚纱 看不知 每一项他都全程参与 给了十足的建议 是婚纱时 他突然单膝跪地 举着戒指 深情地说 瑶瑶 欠你的 我会一一补回来 似乎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他脸上难得羞涩 惹得旁边的店员 带着羡慕的目光看我 我脸上笑得甜蜜 心里无波无蓝 都是假的 他所图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很清醒 婚礼选择在本事办 他宴请了好多人 大学同学 商业伙伴 还有当初社团聚会的那群人 他们看到我 眼里还有残余的惊讶 大概在想 居然不是叶成成吧 或许想偏点 还会觉得 是我插足了他们的感情 不过也无所谓了 今天好戏开场 我很期待 当四姨说 有请新娘出场时 大门打开 空无一人 四姨打着哈哈 贺瑞明也在一边配合 安抚好宾客 但效果甚微 随着我消失的时间 越来越长 贺瑞明脸色黑沉如墨 我在监控后面乐不可知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我接替了音像师的位置 婚礼大堂 放的有关我们甜蜜合照的MV 在下一秒 变成了我和他的结婚证 我还特意把结婚日期放大 我可不想 背上小三这种恶心的标签 然后就是贺瑞明 和叶成成的暧昧 甚至是不雅的照片 这些都是贺瑞穿给我的 那天他说的 你帮我搞垮贺瑞明 我帮你离婚 不雅照还在继续播放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录像 贺瑞明当众发怒 让人断了视频 我有些遗憾地想 还有好多精彩的没放呢 警察的到来 将婚礼现场 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所有人都看着警察 一个反手擒住了他 他脸上又片刻慌乱 却还算镇定地问 警察同志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警察刚正不阿 你涉嫌非法集资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 他突然瞪大眼睛 是贺瑞川 是不是他 是我 从我说出 要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他就对我不设访 我将安安抱去收藏室 借着他 找到了他犯罪的证据 最毒负人心啊 贺瑞川抱手已在门边 懒洋洋地说 我逆他一眼 贺总不去稳定股市 跑这里来干什么 现场举起手机的不少 现在消息已经大范围传播 公司的股市肯定有所动荡 他肩膀借力站直 不急 我来看看我这个弟弟 真冷血 还有 你什么时候把东西交给我 贺瑞明非法集资的 最关键证据在我手里 离婚并且签完合同后 我就会给你 这两个都是狼 与虎谋皮 我当然要为自己后面考虑 这也是一开始说好的 我不了解贺瑞川这个人 但连自己亲弟弟都能下死手 对这个侄女只怕也没什么感情 我怕他会使手段 将属于安安的股份抢走 签合同 起码有一份保障在手 他挑眉 点点头 行 流程再走了 到时候通知你 临走前 他富有深意地看我一眼 贺瑞明他 贺瑞明他 真会挑人 我不否认 我从来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小学时被骂野种 被恶作剧 被排挤 我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地还回去了 在大典 我成了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家长眼中的好同学 和同学起冲突 大家都会信我的话 我没接受过多少善意 所以才会迷失在贺瑞明的特殊对待里 小心翼翼 委曲求全地抓住我想象中的他 贺瑞川效率很快 第二天就送来了合同 也不排除他是想快点弄死贺瑞明 一并来的 还有离婚协议书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结果达到就好 从明证局出来 我捏着离婚证 和他签了合同 一事三份 签好合同后 我把证据交给他 江小姐 我很欣赏你 够狠 不比贺总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贺瑞明的案件开庭很快 我去了 法官一锤定音 判了他无期徒刑 我和他遥遥相望 他眼中的深情不减 他是真没想到呢 还是仍抱着一丝希望 觉得我会救他 他被带走时还看着我 嘴唇动了动 满眼不舍 都这样了 还在装 我把叶诚诚之三当三的事 发在了学校论坛 连带着贺瑞明一起曝光 他们俩 谁都不无辜 叶诚诚在被他揭穿后 去找了贺瑞川 当时我在场 他笑着说 你怎么确定 这孩子是我的呢 一整个笑面虎 无情 又冷血 他意识到自己被玩弄了 尖叫 我和他都有做安全措施 孩子肯定是你的 他笑得如暮春风 挥挥手叫保安 将他赶走 他逼不得已 去做人流 然后回到学校 想继续做回他的夜笑话 婚礼上那场闹剧 让他在校园里 多少受到点波及 如今我在家一把火 他被勒令退学 他找上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当初 高高在上的 胜利者的姿态 整一个丧家之犬 江瑶 我都不和你抢了 为什么你还不放过我 你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 你怎么这么恶毒 他眼里充满怨毒 似乎下一秒 就要冲上前撕碎我 我恶毒 我轻声重复他的话 你破坏我家庭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恶毒 那是赫瑞川让我做的 那你做没做 他是拿枪指着你 还是拿刀架 在你警侧威胁你了 他眼神躲闪 言辞闪烁 我 我 我拿餐巾擦拭完手 随意放在餐桌上 你想我放过你 怎么也要有点诚意吧 不如这样 你跪下求我 他神色不变 咬着唇 难以置信 经过几番纠结 他起身走到我身侧 缓缓跪下 求你 这两个字 带着咬牙切齿的屈辱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好不容易恢复平静 我勾起嘴角 懒洋洋地说 我话没说完呢 你跪下求我 我俯身在他耳边 不紧不慢地补充 我考虑考虑 他脸色胀得通红 羞耻 难堪 在他脸上呈现 他站起身 想打我 被我一把抓住 然后用力一甩 一道鲜红的巴掌印 浮现在他脸上 叶澄澄 早在你当小三时 就应该想到今天 这都是旧游自取 我走时的脚步十分轻松 生活呀 还是很美好的 赫氏集团的大公子 和已故的老赫 总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消息震惊商圈 就连娱乐版 都有这个头条 总公司内乱成了一团 而彼时 我在探贺瑞明的间 我多年的调查 便宜你了 他笑得阴狠 我却不怕他 他人都在里面了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我客气地笑笑 还得多亏了你 在我找他犯罪证据的时候 找到了这个意外之喜 虽然不清楚 他是怎么知道的 但毫无隐私 我不想知道 我冷冷地看着他 贺瑞明 虽然不知道 你想从我身上图什么 但走到这一步 都是你活该 赫氏现在是不是在你手里 我很好奇 哪怕他贺瑞川 不是集团的公子 但利益在前 那些老狐狸 可不会管这个 说来也巧 贺瑞川来找我的那天 身边的秘书 居然是爸妈 救的那个小孩 他过后找到我 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后 说要报恩 我起初没放在心上 和他慢慢接触后 我发现他想要报恩的心是真的 为人又有能力 在看到那份亲子鉴定的时候 我就生出了别的心思 我要赫氏集团 我和秘书理应外合 将这个庞然大物吞吃入腹 和他签的那份合同 是缓兵之计 秘书在公司里 为我稳定那些股东 而我在捏着这份鉴定嘛 在合适的时间 将它曝光人前 我们成功了 秘书跟随贺瑞川多年 公司机密知道的不少 对各位股东也了如指掌 将利益一一摆在他们面前 我在谈判中做了些让步 但比起在贺瑞川的眼皮下 受他算计 这点让步不亏 大学我学的就是金融专业 刚上手还有点生疏 他就一直帮着我 慢慢上手后 我开始有规律地上下班 不然安安要闹了 他现在一岁多 哪怕有保姆照顾着 他也闹着要我 我看了眼中 和秘书交代一声 我拎起包就走了 停车场很安静 所以当我靠近车时 嘶嘶的声音就特别明显 我面色如常地拉开车门 坐上后快速锁上 然后快速地报警 又打电话到公司的保安处 让他们立刻来停车场 做完一切 我就在车里不动 静静地等待 一分钟 两分钟 从强柱后面 缓缓走出一道人影 是贺瑞川 他怎么进来的 保安做什么吃的 他阴郁地盯着我 手上拿着一把匕首 车内手机响起 他示意我接电话 我咬牙 按他说的接了 在保安没来之前 我还是不要惹怒他 江瑶 你敢因老子 我喉咙动了动 贺瑞川 这些本来就不是你的 况且你离开时 公司还给了你一大笔钱 呵 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完了 好像惹怒他了 他突然挂断电话 举起匕首 用力戳向玻璃 保安怎么还没来 见没用 他又从暗处 拖出一桶东西 抬起就往车上导 是汽油 在他点燃前 我打开车门 快速往前跑 他追了上来 使劲掐住我的脖子 我苦心不止这么多年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我就要成功了 他神色疯癫 手下越发用力 都是你 你给我去死 意识涣散之际 身上一清 他被赶来的保安置止住 新鲜空气灌入肺部 我捂着脖子不断咳嗽 他被抓住了还在喊 都是你 你去死 他不正常 我恢复点力气后 走到他身边 我才看清他很瘦 瘦得有些可怕 我一愣 他这是 警察很快就赶来了 我跟着去派所做笔录 录完后天已经黑了 我走出派所 沉沉地吐出一口气 贺瑞川蓄意伤人 又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以后大抵是不会好过的了 手机响起 是安安打来的视频通话 他很乖 见我迟迟不回 也不哭闹 妈妈 我柔柔一笑 抱歉 宝贝 妈妈耽误了回家的时间 给安安买礼物道歉行不行 好 我柔柔